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未来影响到判决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就好像台湾你刀买得到 可是如果你不是农家 你也不是什么养猪户 是要用屠刀的 你家里买了一两百把的大刀小刀 一定会有人问你为什么吗 子弹摆那么多 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动机 所以美国的警方为什么会第一时间说 我们及时遏阻了一场大灾难 它就很明显地就往朝向大灾难 预备造成大灾难的犯罪方向去侦採 今天不已经脱离了恐吓恐攻罪了 它是直接是恐攻罪 预备恐攻罪 是 它不是口出恐吓 我要把你们全家上的恐吓 我要把学校里面把你们打死 它已经是预备恐攻 因为它已经什么 证据着手准备了大量武器 枪支跟弹药 那些弹药已经足够证明有恐攻的可能 造成有数十人上百人死亡的弹药 所以他就讲说 一般人不会存放这么多弹药 他说你如果几把枪 每个人为了要如何 可能上百只弹药或者每一把枪去 就为了练习打靶或怎么样 说打一次把就算要一百发两百发好了 你搞一千六百发 你可以一次一次的补给吧 所以如果是合法要合法购买 这个军事迷会购买这么庞大的 对啊 这个将来在法院上就是要 说明白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 所以 所以现在你要晓得现在国土安全部介入调查 他已经升高到联邦犯罪 如果不是联邦重罪 国土安全部根本不会介入 国土安全部介入 而且他说两个重点 第一个要查是否有其他共犯 你看看这个问题复杂到什么地步 换句话说 他认为你可能还有计划进行 跟其他人合谋的恐怖攻击 这个已经升高到 我们现在一般人所想象的 这个美国中东地区 在有一些特别的炸弹客 或者用汽车撞击别人 或者用机枪扫荡别人 这样子的那个恐怖攻击了 所以 他已经在开始在思考 究竟为什么孙安佐会有这种倾向 也就是你这些大量的枪支 跟所谓的 这一个你口里去恐 跟同学说明白 那天不要上学 你背后所藏的 是不是就是你已经预备要做 这样子的恐怖攻击 两件两个对孙安佐非常不利的 第一个叫时机 现在的美国是什么时间 现在的美国 是所谓我们的叫做 反恐的巅峰吧 反校园枪击的顶峰吧 风声鹤唳的时候 你拿出来炫耀 剖这种现在镜头上的这种 这种镜 这种影片 火枪式的这种影片 这是完全会引起反感 而且会对法官量刑 会有很深远影响的 因为现在是料敌从宽的 现在的所谓的动员时机 就是说现在这种状况 大家宁愿料敌从宽 以免校园安全受到威胁 他并不是要说我的证据要 一个一环扣一环 我才能定你罪 这种预备恐攻 按照客观人的实地物 人事实地物 全部都已经具备了 那你怎么来辩解来脱罪呢 第二个罩门 时机不对 第二个罩门 居然说谎 长枪 长弹 这个在法院上来讲 不要讲在国外的法院 在台湾的法院 如果一个犯罪 犯罪完你第一时间的供述 你就 然后你跟你现在 你的家哄妈 自己长枪的行为中间 有一段所谓的 自由意志陈述的说谎 那那个在法官的将来的审判上 量刑上面 恐怕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因为他就要问你 你到底要掩藏什么 对 我想 姚老师讲这个点很重要 我们昨天虽然在谈说 其实这个孩子可以行使兼默权 兼默权是他的人权 但是不可以说谎 你可以不讲 但是不可以说谎 对